大家好 今日6月8日星期四 市况有少少反复 其实很正常 指数拗住高台 成交交易不足 所以大市就算不下跌 高台似乎也有少少拉脚 先看看指数 恒指金左右先低开25点 到19,227点 曾经反复跌到19,087 这一刻相对昨天收市跌了165点 还好的指数一直站在19,000水平 跟随而来 买本开始慢慢涌现 结果指数下午3点左右 已经一度是倒升87点 到19,339点 距离昨天的高位19,410 只是差很少 简单说 市是拗住高台不下 6月份暂时是第六个交易点 直到这一刻 形态仍然是先低后高 指数是由1号的低位 18,190 升到7号的高位 19,410点 即是今个月的波幅 暂时来说有1,220点 首先如果成交交握得800多亿 很疏落 1,220点波幅 其实可能已经满足到整个月的要求 不过问题就是 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来说 不应该同时出现在 五个交易点之内 即是说 1号出现今个月的高位 今个月的低位 只要先低后高形态不变 高位应该是月中撞出来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即是下个星期 市仍然有机会 稍为创今个月的 新高 到底 我们向上望 看多少呢 看看移动线那方面 来参考 指数现在站在10篇平均移动线之上 亦都轻轻收服了20篇线 再往上望 较近的移动线 就是 两端250点线 大概是19610点 我们现在是急急向上望 矮仔上楼梯 不敢望得太过进取 因为成交交液不足够 其实市要一直推上去 成交交液真的要配合 如果你的交投仍然是八百多 九百亿一路偏梭的话 很简单一个情况 只要沽压稍为重一点 市场立即会逆转而下 所以在短线炒作 大家千万不要急 不要用任何的部署都好 你赢得300点 你就承担250点的风险 还有还有一个 千万不要急进 不要大手 讲到这里我要停一停 又要声明 因为我讲完这个声明之后 就算拿入这条片子 去盗用 它都用不了 第一 我郭狮智和郭狮智工学室 是没有任何的投资群组 所以你在其他的网页 看到有我的照片 有些投资群组 希望大家加入的 不是我 我把照片被人盗用了 任何人士 如果加入这些群组 而招致到投资上的损失 和我郭狮智和郭狮智工学室 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今天我也接到一个信息给我 有人买了某只股票 输了钱 当然不知 头像是我的 我就跟他说 你第一去报警官 第二去证监投诉 总之可以投诉 可以被案的途径 你一定要全部做完 显而见之 情况都真是比较令人担心 好了 看看大市 整个市现在低成交之下 真的要去到250天线之后 怎样做呢 我还是要看成交 这个真是很老实说 因为再高一点 就是50天线 看高一点就是100天线 我不觉得大市 在这么低成交之下 是一直一直走上去的 只不过就是市场有个看法 内地有些政策出来 会刺激经济 刺激内房 所以不是先走一层上去 但就算政策出来 都要看看市场的反应是怎样的 我不认为一个政策出来 楼市立即会好 不认为一个政策 事实上经济不明 你想想真的有点时间 所以这两天大市升得来 硬是没有动力 资金入市硬是确保 多少都有原因 好了 整个大市的走势 就仍然不明 大家部署真的要小心点 大家好 今天是6月8号 星期四 故事今早有一点点反复 可是到最后问题还是不大 我们先看看指数 早段行政指数先轻轻地低下25点到19227点 往后曾经一度稍微反复而低下19087点 相对昨天收拾来说这分钟时回调165点 还好指数一直稳守在19000点上 在买版一点一点点出现下 在买版一点一点出现之下直到下午3点后 指数已经曾经一度倒升87点到19339点 相对昨天的高位19414点来说相差只是70点而已 我们看一下6月份到目前还是先低后高 从1号的低位18190点上升到昨天7号的高位19410点 等于说在五个交易天之内 指数已经上升1220点 当然在成交方面还是一直很低迷 所以1220点的波幅可能已经差不多的了 可是问题就是一个高低位是很少同时出现在五个交易天之内 那等于说要是1号出现6月份的低位 而先低后高走势不变的话 那等于说接规的高位很大机会会在月中左右才出来的 那等于说往后还要更高指数给我们看到 再看看移动线方面直到下午3点后 指数还是能够稳守在10天线跟20天线以上 已经说过了 只有指数能够稳守在10、20天线以上 在移动线方面再往上看的应该是250天线 大概在19610点左右吧 现在看起来这个机会还是比较高的 可是要说的就是股市成交一直很低迷 等于说就算是指数能够进一步往上挑战250天线 也并不代表股市会怎么样的大升浪开始的 因为这次的回升 我觉得只是一个反弹而已 并不是一个声浪的开始 所以任何高追的朋友真的是要小心一点点 也不能走得太前 也不能买得太多 当然风险管理一定要做好 好了有一点要再说明的就是 我郭世智跟郭世智工作室在很多的那个网站上面 根本是没有任何的投资的群组的 要是说大家看到有一些人把我的照片放上去 建了一个投资的群组 希望大家加进去的话 那就要小心 因为那个并不是我任何的朋友 不管是哪一回加进去而出现一个投资的亏损的话 跟我本人跟郭世智工作室都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这个大家要留意 好了再看看今天是6月8号 等于说很快下个星期回来 股市会进入6月份的中程 所以股市在下个星期可能有机会出现接规的高位的 问题就是就算是这样子 我们还要看看成交方面怎么样 过去两天成交一直低迷 今天也不见得怎么样改现 在动力并不配合之下 就算是股市在进一步往上推 我还是觉得只是有波幅而没有胜负 有反弹而没有大胜的 所以在这个高台再冒进去就要小心了 早前抓的货比较多的 而曾经跌到18,044点的时候 当然是很大的心理的压力 好了现在已经回升了一千多点了 要不要稍微减持一点点 真的要考虑清楚了 好了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下钟仔 还有分享给朋友 多谢